跟妳說氣氧 尚心的天氣 報理宰 繼續給時間到氣氧 報酬和聲薰 報酬最近新聞在報日本做風態的事情 有觀眾朋友去日本出場 要注意什麼事情 報酬請說 好啊 我們先從這個尾聲的運動來看去 當然我們在比較北邊這裡 注意到就是我們的第七號風態 叫做藍恩 我們現在他剛影響日本的京都和台本這裡 慢慢地他現在看起來要離開日本這裡 當然他這個風態的期間 他的貨都沒有很大 所以我們如果未來這兩三天 如果剛好有朋友要去走到台北 可能要稍微注意他那邊的交通情形是怎樣 目前他這個風態 現在看起來慢慢會減少 另外我們也要注意 我們這個菲律賓當兵這裡有很多分 目前看起來這是一個比較大範圍的地區還沒範圍 目前看起來未來10天應該沒有風態的發展 我們說未來這個台灣的天氣是怎樣的 我們為這個氣流的度來看去 因為這個氣流的度 我們明天開始 我們開始 到這個篩南風水氣變很多 所以我們明天一直到拜五 篩南風變得更強 水氣有很多 所以我們這個篩平 這邊這個天氣很不穩定 這個篩南風 一直要到拜六 拜六他這裡慢慢的僵弱 我們禮拜 開始到後禮拜這個天氣 他這個 慢慢的就變成是這個 有些地方 中路後有篩霸給這個天氣 我們如果看說今天晚上跟這個 明天再去時的這個火水的情形 其實我們注意到 我們今天晚上主要是在我們台南 宜蘭的環海所在會噴淡波浩 明天再去時 跟我們中島 明天再去時 這個時間看起來就是 我們的這個北部土豐一北 中部南部這邊 跟宜蘭這邊 中島之後 有些這個篩霸給天氣出現 我們如果說 在後面這五天的這個火水的情形 我們注意到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後禮拜祀這裡 我們這個火水很明顯 藏外做的資料是 差不多在 苗栗台中和漿化 現在看起來 是在這個比較難病 所以我們 在拜祀這天 要注意 漏霸的情形 比較明顯 特別是我們說 在台中伊蘭這裡 有一些地方 有些地方的火會比較大 拜祀這天 一樣 我們全台灣都有 這個情形一直到拜五 拜五 我們早上到中島之前 我們整個篩平 這些煩霸的地方都會有 中島之後 就當作是這個 有篩霸的這個天氣 拜六水氣 我們比較起來 有慢慢的減少 所以 他一樣 在早上到中島之前 加到宜蘭煩霸的地方 有一些地點 其他地方是 篩霸 這次的天氣 看起來就比較好一層 主要是在我們 宜蘭和華連的這個山區 有一些 藍山的這個篩霸 下禮拜的一樣 也是在華連山區 跟我們高雄 平東山區 有篩霸的這個天氣 其他地方看起來 下禮拜 拜祀的這個天氣 算是都不錯 所以我們這個 這禮拜 主要的這個天氣 這個提示 我們這個 十八火之前 我們這個 篩南風比較明顯 所以要注意 要注意 這個漏霸的情形 其中我們拜祀這天 台中伊蘭 有些地方 比較大 我們禮拜之後 天氣 慢慢就變成 是篩霸的這個天氣 這篩霸的範圍 沒有說太大 有些地方 另外 因為我們這個 第七火的風胎 蘭恩 他剛 對日本的這個 跟台北 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 後面這兩天 我們盡量不要過去 因為他那邊的情形 可能不太好 以上是我們今天 幫你 補氣上 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我們的珠寶